歡迎觀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今年的暑假對墾丁來說 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刻 因為現在墾丁的物價真的也很高 現在就網紅 盧哥 他到墾丁的大街去 他買了只有買6片的櫛瓜 大家猜一下多少錢 要100塊台幣 現在他業者幫我去說 沒有 是因為我們從北部批發 運費比較高 再加上物價通膜還有颱風的影響 結果現在反質疑說 有人是不是在吵話題 但是我們有記者 實際 民眾實際籌訪恆春 當地的菜飯表示 櫛瓜一條半斤82塊 還可以切40片上下 是不是他賣6片100 真的是比較貴 像網友傻眼說 腦子稍壞 打到壞去才會去墾丁 現在還有人說 這樣的國旅被坑 游客真的是到底是情況怎麼樣 墾丁就繼續擺爛沒關係 抵制到底 現在大家墾丁不去了 大家跑去哪裡 跑到其他地方去 包括像淡水跟巴黎 連續三年蟬聯冠軍 墾丁甚至沒有擠進前十名 就看得出來 現在各個墾丁的一些賣的東西 真的太貴 所以很多的民眾 到當地去的意願 真的是越來越少 可是我們要對照一下 我們的政府有在幫忙救國旅嗎 過去在選情的時候 這個11年是去年的12月21號 賴清德當時在幹嘛 他環島瓶子還放出利多 說要讓墾丁變成巴黎島 大鵬灣變成夏威夷 他說風水能扭轉 發展重心從北部移到南部 但時至今日 現在已經快一年了 墾丁有變成巴黎島嗎 大鵬灣有變成夏威夷嗎 大家心裡都知道 甚至當時 2018年的時候 要參選屏東縣長的潘孟安 現在已經到總統府當秘書長了 當時還射出了三支建要救觀光 他怎麼說 要友善消費環境 辦系列活動還有國際行銷的三支建 結果時至今日 你有友善嗎 你這個一個櫛瓜 六片賣到100塊 你有友善消費者嗎 那這些選錢的支票 選後是不是通通都找不到了 再來看到高雄的問題 高雄我們過去常常討論說 高雄辦很多演唱會 看起來經濟還不錯 市府預估有45億的產值 但是大家現在要去抓貓膩 為什麼 高雄市政府聲稱演唱會經濟 為在地帶來數十億的產值 但是總是缺乏具體的數字驗證 你看他總是用孤這個字 具體的數字在哪裡 甚至大家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免場竹現在惹意 高雄市的警察 他們認為自己不如攻讀生 你看就有市運主場館的 有所長早上8點就開始巡視場館 凌晨1點歌名舒暗的時候 才會反綱 最高機率我連續被操5天 甚至警察變成保全 現在很多議員質詢說 市府專案不收租 門票不收成 期間還不用支付 場館的人事費用等等 這樣合理嗎 現在包括了審計部也認為 不符合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因為即便去年的主場館 收入叫2021年增加了600萬 你有增加沒錯 但是設備的維護費 卻增加了2000多萬 等於說你這個增加之後你還是虧 這是不是有 賺取政績美名的一個情形 陳其邁現在幹嘛 陳其邁現在說 我們現在有推社宅 高雄的永清安居社宅 走路10分鐘就到台積電了 結果現在網友傻眼 我今天如果在台積電上班的話 還需要住社宅嗎 甚至還有網友說 難怪炒房炒飯店 因為市長是這樣的腦袋 然後甚至現在還傳出說 超為50億的研發中心 要落腳雅彎區 房仲就說外地的買家 已經殺到來這邊 房仲就說他自己單 光精靈就做了600萬的業績 可是問題回來 網友就說 現在年薪百萬 在高雄是不是你很難買得起房子 網友就有網友回答說 高雄現在是國際級的都市 房價怎麼會便宜 看得出來房價可能也回不去了 陳其邁市長現在在做什麼 他忙著當貴人嗎 因為我們知道霸捷案再起 現在兩週的連署破千份 陳其邁的角色看起來 也是蠻幫黃捷的 甚至他除了幫黃捷之外 還幫誰 包括邱憶營 這個可能就跟高雄市長的選舉 有些關係 甚至這個陳其邁 他親自跟邱憶營 到了大港造罰競賽 他只贏 邱憶營兩秒還樂翻說 不要贏太多 這句話會不會 也有一些懸外質疑出現 陳其邁現在保潔捧營 那是不是意味著 黨內的角力的一個情況 話過來先請教我楊明哥 楊明哥怎麼看 那墾丁現在6片100塊錢 真的是業者 是不是他也有苦水 然後對消費者來說 這樣墾丁會是旅遊的首選嗎 當然這位網紅 他前陣子也是滿倒霉的 高雄菸大手 他家裡也菸水 然後結果現在 又去實測墾墾 我看他又要被促正了 當然他買了 我看了那個影片他9個人去墾丁玩 然後去墾丁大街買 東買西買 花了5000多塊 讓9個人吃一個晚餐這樣 是 這個價位都可以去餐廳裡面吃了 等於說吃一桌可能吃一這種 你知道有一些那種 比較簡單的那種半桌的 桌菜 對 桌菜都可以吃了 然後你卻變成是買那種 路邊攤的這樣子 是有點 老實說是有點不划算 尤其這個櫃瓜 確實讓大家覺得有點訝異 不過墾丁他的狀況 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 墾丁的觀光旅遊人士逐年下降 大概從2016 2017這個期間開始 其中一個很關鍵 當然就是因為只剩國旅 就只剩國人會去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主要的大陸 中國大陸的旅客不來台灣了 過去陸客來環台 墾丁絕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景點 所以當你今天少了 我們這一邊的旅客司機 然後又多了所謂的替代方案 什麼叫替代方案 甚至它 你知道嗎 小琉球 現在如果你要去屏東 做水上娛樂的話 可能就到大鵬灣 就到小琉球了 就我不要遠到墾丁去 然後墾丁東西會比較貴 我到小琉球我這邊過夜 或是說在那邊玩水上活動 還更好玩 然後而且不會比較貴 CP值更高 對 所以現在你知道 小琉球以去年來講 小琉球的油氣的人口是 比如說以南灣 我們就用南灣那個遊樂區 就是墾丁這個南灣 兩個相比將近是差了三倍 差這麼多 等於說小琉球是墾丁 將近三倍 所以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墾丁他的旅遊的 如果要重新振興的話 我覺得需要那種叫做 令人感動的 所謂的感動不是心裡的感動 是我有那個動力 要有那個動力去消費 動力去支持 過去曾經你也知道 像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 那個黑神話 悟空 他帶動了 大陸他不只是所謂的遊戲產業 他還帶動了觀光旅遊產業 重點就來了 過去有沒有我們台灣有作品 去帶動屏東的旅遊產業 有 海角7號 對 那時候2008 2009 那時候大家搶著要去墾丁 恆春看什麼阿嘎的家有沒有 那就促成一個所謂的 國旅的產業列 我有去過那邊拍照 沒錯 所以可是現在這個中心 相信現在誰知道什麼海角7號 那重點就來了 比如說斯卡羅 我們的政府補貼了好幾 我記得好像是上億 去拍這個所謂的斯卡羅 斯卡羅的故事就是恆春半島 可是有沒有帶動那個地方的 這個文化旅遊這樣的模式 沒有 沒有看到 那就是一個失敗的文化創意 所以我說像這種墾丁的 我跟你講旅遊 當那個地方它的地價租金 都已經漲的時候 它的成本 商人的成本一定高 可是當沒有旅客去 很抱歉 我賣的東西我只會更貴 因為我沒有辦法 這個薄利多銷 所以最後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最後你只能看 這個景點不斷的崩壞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 當然對於綠營的執政來講 他們就是這種所謂的討好式的 什麼叫討好 就是你看像這種演唱會 歡迎大家來辦演唱會 我們不收租金 我們這個歡迎大家都來 你這個你可以 業者可以賺比較多 好 重點就來了 業者賺翻了 比如說這幾年到 一 兩年賺了之後 有沒有辦法回饋給在地 除了這種所謂的消費以外 有沒有其他可以回饋給在地的 是 場館會救 會破 有沒有辦法有一個基金 可以讓它去變成一個 讓這些什麼設施維護什麼的 我相信審計部的意思就是說 你至少基本的維護的 這個費用還是要收 而且你看像如果今天有相對剝鬥感 你不能說去捧那個什麼 高雄捷運 有一個什麼很喜歡唱歌 幫忙去疏散人群的站長 把它變捧紅了 可是其實他們 我相信對高雄捷運來講 他們是很樂見這樣的狀況 因為平常也沒有什麼人在搭 之前是連冷氣都不開 現在有人潮來了 可是重點來了 重點是這個人潮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留住 而且是不要只有演唱會的時候 才來高雄 好比說像最近有一個台灣旅遊景點的調查 你會發現淡水是旅遊景點第一名 然後第三名是礁溪 很多的其實大部分都在都會區的周邊 我想高雄更希望除了演唱會 更重要是開發這些所謂的旅遊景點 好 請教原汁哥 我先講墾丁 墾丁 你最近還有去嗎 最近還有去墾丁嗎 我當然沒有 因為你知道 去墾丁跟去淡水這種心態不一樣 去淡水很可能 我比如說你住台北 今天剛好假日 搭個捷運就可以到了 搭個捷運就去了 然後玩一玩 然後回來 墾丁是那種度假心態 就是說你去了 大概就是三天兩夜或兩天一夜 你抱著度假心態 如果你發現你去日本要花的錢 比去墾丁還便宜的話 你會選擇去日本還是去墾丁 你當然去日本 因為日本是出國對不對 所以墾丁當然跟價錢很有關係 那你那時候潘孟安2018年 那時候他正在競選屏東縣長連任的時候 他就有注意到問題 他就講說要讓墾丁的人回流 因為你抵制陸客 就是說陸客沒來對不對 你要讓國率比較厲害的話 價錢當然要控制 他有講到 可是2018今年已經2024了 為什麼剛剛我們還在講說 他的物價這麼貴 大家還是隨便亂開價 那你當時你潘孟安 他為了要穩定那個消費價 他開出三支箭 一支箭說要叫蕭保官不定去積查 我就問這個什麼 這個櫃對不對 你蕭保官有沒有去積查 建設到哪裡去了 你建設到哪裡去了 你蕭保官 就算你潘孟安現在不是縣長 那也是你們的 民進黨的繼續執政 對不對 民進黨政府有沒有去積查 第二個說要業者自律 那六年也沒有自律 如果自律也不會開出這種價錢 他還講一個說要消費者尊重市場 就是要跟你消費者說 有時候多付就多付 不要那麼囉嗦 還有一個就是說 業者的價格透明化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舉一個新北市的例子 以前新北市鼓勵大家 到萬里去吃萬里蟹 那時候餐廳 因為很多菜單都沒有價錢 寫實價或什麼之類的 寫實價 實價就很多糾紛 你以為100塊 最後跟你收1000塊 那怎麼辦 就炒不完 所以後來就規定說 餐廳就是要把價錢飆上去 那消費者要確定價錢 你願意付你再點 就不會有很多糾紛 後來把這個價錢透明化之後 糾紛就少很多 第二個你要去輔導餐廳品質提升 要有秘密客 或者是要一個整體的計畫 你有沒有做 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個價格就是會一團混亂 所以看得出來 幾年過去的就是沒有在處理 然後另外 高雄因為他喊了一個演唱會經濟 然後就說不要償款不收錢什麼 那我問一下高雄市政府 你們有沒有去研究調查 你不收錢對於你 增加這些人來辦演唱會的意願 中間有沒有關聯性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大巨蛋假設之後 可以辦演唱會的話 他租金就算不減免 他租金就算很貴 你會不會願意去辦 你還是會願意辦 為什麼 因為有效益 對不對 人家會願意來 你高雄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然後業者 又沒有把票便宜的話 那你只是在圖利業者而已 你有沒有在做這個調查 好 請教毛哥 我看我們這個 電視牆上面那一句就是 你看到賴清德跟陳其邁 站在那邊洋洋得意 但是我們的標題下的 就是請問大家就是說 綠營執政是不是只有金玉其外 那何在其中 其中又是什麼呢 是敗序還是臭不可聞 還是更多你想像不到的可怕 賴清德講說 這個要把重心移到南部去發展 我覺得所有民進黨 南部出身的縣市首長 都是赫赫有名 而且熊霸一方 是 實力特別雄厚的 因為他們來自於他們自己認為 推一隻狗只要掛民進黨 都會當選的地方 他們真的有把選民跟老百姓 放在心中嗎 大家知不知道台南高雄屏東 老人的生活有多麼的困頓 你去屏東看一看 你撇開你講的墾丁 你以為觀光區很熱的那些地方 多數的老人 他們的地在潘孟安一直延續到現在的 屏東縣長周春敏任內他們的施政 屏東這幾年真正發達的只有什麼 叫光電業 台南 高雄 毅然 也就是說他們除了圖利 鋪太陽能板去騙公家錢的 另外的就只有建商 陳其邁還在那邊講說什麼 出一個住宅區什麼 走路10分鐘到台積電 請問你是去台積電幹嘛 台積電是一個大賣場 還是一個學校 你走到台積電門口他說 一文哲理你來幹嘛 沒有正回家 你來幹嘛 來打卡對不對 你告訴我說走路10分鐘 台積電是要幹什麼 陳其邁是夢遊嗎 今天天天在那邊邊謊言 然後在那邊自嗨 你告訴我說 高雄演唱會經濟市府估值 45億的產值 有多慘 慘到他飯店都倒了 你告訴我他有 演唱會外溢的產值 誰信這個話 你去問在高雄做觀光旅遊的 誰信這個話 你遊覽車賣了 飯店賣了 這個行業新絕江商圈 現在租的比開得多 你告訴我 你有什麼溢出的產值 誰能信 我告訴你 民進黨的官員在南部 魚肉鄉民這句話 絕對不會錯 其中剛倒台的那個李孟燕 你們都不曉得李孟燕何許人也 賴清德落跑到行政院 當院長的時候 代理市長台南市直轄市代理市長 就叫李孟燕 剛剛講的光電 跟剛剛講的草地皮 跟甚至我們白的就說了 圖利多少周邊 只要有錢有權 能夠有那個金權交易 李孟燕就還是能夠上升 到中央 你看當了行政院秘書長 當了交通部長 出了包下台 我請問一下 他親中舔共 跟一個大陸女子在一起15年 你們用反滲透法辦了嗎 調查局能不啟動國安機制 去辦這種人嗎 民進黨的貪章王法 從李孟燕辦起 要不然其他都是騙人的 好 鳳姐姐馬上回來